记者张金雅台中报道 台中市南温区黎明沟过去因自半重化工程一度面临被填平的命运 经地方人士奔走抢救而获得保留 但已失去部分河道 河岸破损严重 加上近年污水流入 生态遭破坏 台中市政府因此提出水环境改善工程 并过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补助 今日举行动土典礼将打造都市生态河 预计今年底签完工 市长林佳龙在动土典礼致辞时表示 黎明沟水环境改善工程完工后 将市既流川绿川后 市区再多一条重新恢复生命会呼吸的河川 而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水利局去年已编列规划经费 因此当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通过后 不到半年的时间 即成功争取到补助 市民都很期待工程成果 相信河川的重生将不仅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也将使台中市成为民持相符的流域城市 林佳龙指出水环境改善工程 未来也会往上游延伸 串联会来西到朝阳西 非常感谢立委张廖万间的协助 积极争取会来西朝阳西到黎明沟整体整治工程 高达6亿多元的前瞻基础建设经费补助 张廖万间也肯定是否积极整治全市水环境 让各条河川展现不同风貌 更成为兼具生态景观清水的都市特色 水利局表示 林宁沟水环境改善工程经费约4000万元 中央负担70% 市府3% 预计将原有的混凝土护岸改为直升缓坡 并设置长度约400公尺的全灵化步道 让年长居民更衣 亲近修气 同时将增设环境解说平台 河岸景观平台 及梨龙桥历史解说平台等设施 预计11月底前呈现崭新风貌 届时不但大幅提升整体环境舒适度 也提供生物修气空间 创造生态多样化环境并兼顾防循安全